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這次立法會議員何君耀 最近牽頭搞了23條同盟組織 說要在民間推動23條立法 同是鄉事派出身 劉皇發發叔的妹夫薛浩然先生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 然後就狠批何君耀 你是成事不足 敗事有餘 而且他還說到何君耀的行為相當自私 不顧建制派的大局 想將自己的成功建築在建制派的失敗之上 同時薛浩然亦質疑何君耀 你突然在立法會選舉前 硬推23條立法 究竟是不是想 就著你721事件當中所造成的負面形象洗底 並且要轉移視線 而且薛浩然認為 你何君耀在721事件當中 跟白衣人握手 你始終都要就著這件事作出詳細的交代 愛國愛港就不等於你可以在721事件胡作非為 況且你何君耀替白衣人打氣的影片 早就已經廣泛流傳了 為何警察到現在都未就著你何君耀涉嫌干犯煽惑罪作出調查呢 是不是因為你愛國維護中央行使權力 就可以胡作非為都可以呢 這位薛浩然先生的批評簡直就是擇地有聲 亨槍有力 外人批評何君耀當然可以當耳邊峰 當聽不到 但這位是鄉親父老 這位是發叔的妹夫 何君耀這次就要洗耳恭聽 批評到你體無懸夫 接著他還繼續說 薛浩然認為既然基本法定明了 特區政府可以自行決定何時為23條立法 即是留了空間讓特區政府自行決定 何君耀現在迫政府即時立法 是等於變相指責林鄭政府無能 他批評何君耀作為愛國建制派 責任是維護特區政府的尊嚴 你現在是不是要落井下石 香港現在真的太多只會口說愛國的賊鞋子 大家只要問一下何君耀的老婆子女現在拿什麼護照 之前又送自己的子女去哪裡讀書 就一清二楚 為什麼不去北京 近一點都可以送去深圳 嘩 真是督中了何君耀的死穴 說到自己如何擁抱大灣區 九加二的遠景如何美好 簡直有如人間的先景 胡托邦一樣 結果自己的決定最誠實 子女不送去大灣區讀書 自己置業又不去大灣區買樓 這些就是何君耀這一類的人 還要在香港搞什麼 23條立法 你回家睡覺吧 現在目前很多建制派的主流政黨 現任的議員 一隻二隻沉默之聲上身 對於何君耀在民間要推動23條立法 不知可否 既不附亂你這個行為 亦都不和你這個行為割蓆 為什麼呢 就是為了避免九月立法會選舉的選情受到影響 你以為建制派不知道 連結派到你那裏一起推動23條立法會跌飛嗎 所以就不搞 至於何君耀為何要這麼積極去搞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你要鞏固自己那群深藍的票員 只有最深藍那群人才會支持23條立法 就算那些淺藍 理性藍 知識藍 經濟藍 都未必會支持 你搞23條等於把刀放在頸上 哪有人會這麼愚蠻支持 所以現在你就是為了保障自己的議席 因為你在新界西直選 上屆的立法會選舉真的相當不幸 在這個新界西直選當中 明明民主派的票數是比建制派多的 但是議席就比建制派少 就變成四對五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協調失敗 所以今屆既然非建制派有個目標是35加的話 那就麻煩那些大哥大姐 那些政要議員 坐在一起協商好 談好 如何來參選報名 如何不會使得悲劇重演 不然你又益了何君曉 上屆何君曉正正就是慢慢地 第九席可以進入立法會 享受作威作福 你現在搞那麼多事情 無非都是為了鞏固自己的議席 因為你連議席都沒有的時候 就變成一隻過街老鼠 現在好一點 因為你是一隻有議席的過街老鼠 今天在全港多區都出現了支持23條立法的街站 其中在粉嶺爆發了一場小規模衝突 事源在下午五點多 有一名青年路經粉嶺火車站的時候 撞跌了一幅支持23條立法的宣傳橫額 接著遭到多名藍絲大漢追踏 當時有兩名民主派人士 呂智恆和王家浩 在火車站旁邊的蓮龍橋那裡擺街站 兩人見狀馬上見義勇為 上前阻止 起了遭到這群藍絲打一份 在這個遺騰的情況當中 呂智恆的手機屢次遭到被人扔到地上 劈力拍的扔到屏幕都爛了 整部手機含包散報廢 另外那位王家浩的眼鏡又遭到藍絲打爆了 你說這些是不是暴徒 為什麼特區政府的警察部還不去執勤呢 原來後來呂智恆的報警 警察15分鐘後才到 都料瘦散了 你這群警察不務正業 你以為你會去查這些案件嗎 網上已經有相關片段流傳了 有些人拍到一個樣子 那你警察會不會去查一下他 會不會上門拘捕他 多數又是不了了之 你怎麼會認真去查 是不是 因為這群藍絲打著愛國的旗號 要支持23條立法 他就做什麼都可以 遺疊都可以 你夠膽就去拘捕他 虧你這群警察 整天口口聲聲 就說市民破壞法治 現在你就是在破壞法治 你有沒有查 有沒有拘捕 你會拘捕嗎 又是調查不到 誰才是破壞法治 你警察執法已經是法治一部份 你現在只是對著某一部份的人所謂執法 然後在執法期間 動私刑 動粗濫捕 對於這群藍絲 你當看不到這些就是破壞法治的行為 你警察本身就是法治的一部份 因為你是執法部隊 現在你是選擇性執法 什麼時候去捉 721那群白衣服 你都還沒捉 浪費氣 還說現在粉嶺街站這些 全部放虎歸山 全部逍遙法外 浪費氣 破壞法治 虧你這些 鄧炳強走出來 口顏無恥 你出你的薪就算數了 說這麼多話 不要以為目前沒有一個制衡的力量 可以制約到你這群香港警察 就以為可以千秋萬世 就以為可以先福永享 發你的夢 告訴你 你這群人一定會釘在人類歷史的恥辱署上 這群人真是真是 說說其他的情況 今天單日爆升了又44宗的個案 而且那群組就越來越多 其中一個群組就是海利山學校群組 已經出現了6宗個案 分別是哪六人 兩名是曾經帶團去瑞士的教師 另外兩名是學校的職員 第五人是教師的老婆 第六人是曾經和教師吃飯的朋友 所以為何這麼多專家走出來說 在這段時間要暫停聚餐和飯局 沒有人聽的 好了 接著就有余景灣婚禮群組 去到十宗個案 新郎又出事 另外有兩名 嬰兒也出事 這些就是害己害人 沒有人聽的 喊破喉嚨 喊到牙血都出 沒有人聽的 照搞的 所以我呼籲各位益友 如果你聽我的節目的話 就算有人搞這些婚禮 你就有得去搞 轉數快就行了 不需要怕得失這些多年的朋友 或者不需要顧忌 又說要給面子 保住你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 其他的全部都是廢柴原因 如果連這些這麼簡單的事都做不到 不要爭取普選 拒絕出席一個朋友的婚宴 都搞到這麼難為情 搞什麼普選 睡覺 這件事真是懶惰 還有一個加拿大旅行團 七宗個案 真的 喊也不聽 是要外遊的 你說這是什麼人 有些記者去問張竹君 說要不要關閉蘭桂芳 張竹君怎麼回答 我覺得他回答得不錯 就算關閉蘭桂芳又如何 那些人就可以改在其他人的家 或者其他地方聚會 不是在針對一個地方 而是在針對聚會 最重要的是市民態度要有轉變 要全民減少社交接觸 我真的覺得他講得好了 你關閉蘭桂芳 根本是治標不治本 中環其他酒吧沒有事 灣仔其他沒有事 那些人一樣走過去喝酒 如果港島區全部有事 就去洛視佛台 沒有事就 根本上這些就是寫本逐沒 你關了多少 特區政府去到這個關鍵時刻 就應該要果斷要決斷 要拍板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要去仿效英國政府 幫每一個打工子女 你就幫他出八成薪金 又可以補到就業 又可以補到企業 所有經濟活動就停擺 除了那些超市超商以外 你就可以使得所有人 盡量留在家裡 你經常一口氣呼籲 叫人自律 不要做這件不要做那件 你老母叫你也沒這麼聽 浪費時間 好了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